运用量子叠加的思考模式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小美热爱绘画 梦想成为一位艺术家 但她的家庭并不富裕 无法支持她的艺术学习 但小美从不放弃 总是利用空闲时间在家里的墙上画画 甚至经常在住家附近的公园里画画 有一天 小美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位老奶奶 老奶奶被她的话吸引住了 她告诉小美 自己曾经是一位艺术家 但因为生活的压力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老奶奶鼓励小美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 并提议帮助她 她告诉小美 艺术不仅仅是画画 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 于是老奶奶和小美开始合作 老奶奶教小美如何将她的画作 印制成明信片 并在观光区的市集上贩卖 小美的画作吸引了许多游客 明信片的销售让她赚了一些零用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美不仅学会了绘画 还学会了如何经营自己的小生意 在这个过程中 小美开始思考量子叠加的概念 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同时探索多种艺术风格和创作方式 于是她开始尝试不同的画风 从抽象到写时 甚至还尝试将音乐和绘画结合 创作出独特的作品 这些多样化的尝试 让她的艺术风格变得更加丰富 也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小美的明信片来月受欢迎 甚至吸引了一些当地商店的注意 她们开始向小美订购更多的明信片 并希望能在店里展示她的作品 小美的梦想逐渐实现 她的画作不再只是墙上的作品 而是成为了事业的一部分 随着小美的成功 她开始举办更多的画展 并邀请其他年轻艺术家参加 她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 让他们相信只要努力 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小美明白 自己的成功不仅来自于画画的才华 还来自于多样化的收入来源 和不断学习的勇气 最终 小美不仅成为了一位成功的艺术家 还成功设计了艺术变现的商业模式 她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 梦想的实现需要勇气 努力和多样化的策略 就像量子叠加一样 让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每一种可能性都在她的心中同时存在 直到她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